當時他這個白薩屯媽祖來到我們這邊 是彰化的某一區 我不能講出地點 他來到這邊的時候 曾經來這裡抓鬼 一棟凶宅 凶宅的一樓是一個小池灘 一對老夫妻經營 二樓是老夫妻在住 他們沒有小孩 三樓就是出租 但是出租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個房客就在裡面 把自己親身掛在上面 後來就很順利的租給了一個大學生 那大學生其實也知道 這裡曾發生過的事情 但他說沒關係啦 我就找朋友來打麻將 這麼大膽 對 就年輕人 有一陣子他房租一直沒腳 這個老夫妻就只好 就是找里長幹嘛 就覺得怪怪的 開門去看嘛 所以他也掛在上面 你知道這房子不大 但是你能掛的地方 其實也很多 但是第一個跟第二個 是掛同一個屋子的門樑上 哎呦 67年前的時候 白薩屯媽祖來到這邊 他們那個地方 我有去看過 它是一個Y字路口 右邊這條比較大 甚至那個頭騎車 就走到最前面 都已經往右邊開了 然後一排的香客 還有香燈角 都等著要去嫩丟咖 都排一排在等 那左邊這條比較小 那媽祖到Y字路口時 他那個轎車就會晃晃晃 要走左邊還是右邊這樣 對 在看GPS導航這樣 在等的時候呢 正常來講 他們就覺得應該會走右邊 大條的 但他突然就是左轉 往那個小巷子鑽 哇 這個香燈角 全部就往那邊跑 然後大家也就是 哎 怎麼會這樣 但白薩屯媽祖本來就這樣 他沒有個固定人線 他就鑽到內處的凶宅一樓 媽祖他的轎子到了任何地方 他那邊晃不會太久啦 但是他那一次陳大哥說 他起碼晃了快十分鐘 然後晃到大家就覺得 到底是要走還是要進去 都不知道 晃完之後呢 媽祖就走了 後來這對夫妻也很開心 好運的事情就是 接下來這房子 就順利租給了一對夫妻 那夫妻是基督徒 比較有不信這個東西 但是住了之後 他們也沒事 甚至是生了小孩 然後小孩生了之後 房子不夠住 他們才選擇 那我們就搬走 所以是平安的 後來又住進了第二組人 也沒事 這對老夫妻才想到說 當時那些法師倒是有講 這個是我們人處理不來的事 除非你請神啊 但是媽祖就來了 在2022年的時候 我有去跟白沙屯媽祖 禁鄉的時候呢 當時他們在中間 12點的時候會停覺 休息兩小時 下午再繼續走 那在停覺的時候 我們就現場 會有很多的信徒嘛 甚至當地民眾 就看到我們拿麥克風 一定會好奇過來 跟我們聊天啊 就有一個陳大哥 我其實忘了他的姓 是姑且叫陳大哥好了 他就有提到說 當時他這個白沙屯媽祖 來到我們這邊 是彰化的某一區 我不能講出地點 他來到這邊的時候呢 曾經來這裡抓鬼 我聽到之後 我就有點反應 嚇到 對 因為我自己是做 林毅錯鼻子的節目 我是講鬼故事 聽到有鬼故事 我就說那陳大哥 當時是怎麼樣 他說這個故事 是發生在他們這個村莊 有一棟凶宅 凶宅的一樓是一個小池灘 一對老夫妻經營 二樓是老夫妻在住 他們沒有小孩 三樓就是出租 但是出租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個房客就在裡面 把自己親身掛在上面 那老夫妻就只能 警方處理嘛 從頭到尾 後來就很順利的 租給了一個大學生 那大學生其實也知道 這裡曾發生過的事情 但他說沒關係啦 我就找朋友來打麻將 這麼大膽 對 就年輕人 然後他也就是很陽光 然後演OK 很健談 但是因為住這對老夫妻 就發現他的樣貌 跟這個行為就不太對 就可能變得不太打招呼了 然後來樓下買東西買完就走了 房租也拖欠 然後這樣子這樣這樣這樣 有一陣子他房租一隻沒腳 這個老夫妻就只好 就是找里長幹嘛 開門去看嘛 就他也掛在上面 對 他那個三樓就連續掛 你說他的衣服掛在上面嗎 不是人掛在上面 對 那他掛在上面的時候 你知道這房子不大 但是你能掛的地方 其實也很多 但是第一個跟第二個 是掛同一個屋子的門樑上 所以老一輩子他一定覺得 這就是抓交替嘛 那一直好再找什麼法師 道士來處理 那每一個法師道士來的時候 就是說這裡的煞氣 晦氣很重 他們要不是處理很多次 但是費用很高 那要不就把窗戶跟牆壁打掉 讓陽光照進來 但老夫妻們也不可能這麼做 也只能擱在那 那時間久了之後 就是變成來看房子的人 有些是一進屋子就覺得頭暈 不舒服 有的是有陰陽眼的 一進來就看到已經前房客還在 就說我們不看就走了 那比較麻瓜的真的住進來之後呢 住久了也都出問題 就是可能覺得 我發現這個房子是不是遭小偷 還是說半夜我真的聽到有人在走 奇怪怪的 對 所以這老夫妻其實也就覺得很害怕 那這個事件在當地 因為民風純樸很快就船開 那跟媽祖有什麼關呢 那時他就講到這個陳大哥說 六七年前的時候 白沙屯媽祖來到這邊 他們那個地方 我有去看過 他是一個Y字路口 右邊這條比較大 甚至那個頭騎車就走到最前面 都已經往右邊開了 然後一排的香客 還有香燈角都等著要去嫩丟咖 都排一排在等 那左邊這條比較小 那媽祖到了Y字路口 那個叫車就會晃晃晃晃 要走左邊還是右邊這樣 可能在看GPS導航這樣 在等的時候正常來講 他們就覺得應該會走右邊 大條的 但他突然間就左轉 往那個小巷子鑽 哇這個香燈角全部就往那邊跑 然後大家也就是 欸怎麼會這樣 但白沙屯媽祖本來就這樣 他沒有個固定人形 他就鑽到那一處的凶宅一樓 小吃攤那邊 哇那大家都很開心啊 那老夫妻也很開心 他們其實並沒有想到說 這個來用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對於當地來講 媽祖就是他們的偶像跟信仰 想說是來送福的嘛 所以他們突然間偶像來到門口 他們是會很興奮的 就像如果今天大股獎品來到我家 我也會很興奮 所以大家就說 啊謝謝媽祖媽祖 我愛你真的謝謝你 在這樣過程中 欸怪的是來了 就是正常像我跟了四年 今年是第四年 媽祖他的轎子到了任何地方 他那邊晃不會太久啦 但是他那一次陳大哥說 他起碼晃了快十分鐘 然後晃到大家就覺得 到底是要走還是要進去 都不知道 晃完之後呢 媽祖就走了 後來這對夫妻也很開心 好運的事情就是 接下來這房子就順利租給了 一對夫妻 那夫妻是基督徒 比較有不信這個東西 但是住了之後 他們也沒事 甚至是生了小孩 然後小孩生了之後 房子不夠住 他們才選擇 那我們就搬走 所以是平安的 後來又住進了第二組人 也沒事 這對老夫妻才想到說 當時那些法師道士有講 這個是我們人處理不來的事 除非你請神啊 但是媽祖就來了 白沙徒媽祖可能救苦救難 幫助有需要的人喔 但要請教易三哥 因為像這樣的政治活動 其實很多政治人物都很喜歡去 他這一次走所謂的 張雲大橋 進林內進斗六 欸 斗六 雲林縣政府就在斗六 你知道他為了這一趟 他要多走多遠嗎 為什麼以前都走 西洛大橋 因為西洛大橋在中間 他今天停住到北港媽祖廟 北港媽祖廟是在海線 也就是說他為了進斗六 進林內 他多跑了將近五六十公里 白沙屯媽祖路線不固定 你要搶 你要攔 都攔都攔不住 所以跳過有誠意就好 但是有一個人 竟然跳過 人過白沙屯媽祖 去年選舉的時候 陪著走八天七夜 全程陪同 今年只在所謂的起駕的時候去 他還要到賣寮輔選 最近都是賣寮輔選 他這幾天沒什麼事 除了放出他要演音樂劇的新聞之外 然後說四月五號 去long stay之外 沒什麼事 long stay 他的許甫還說 他要跑遍雲林的宮廟 今天媽祖 白沙屯媽祖到北港朝天宮 進駐 你為什麼不去 為什麼不去 對啊 所以說柯文哲 把白沙屯媽祖跳過人過 所以之前要選舉 現在沒有要選舉 所有的柯文哲 包含之前的到大甲媽也好 他從什麼太陽花學運 就去跑大甲媽 不去太陽花學運了 到現在的白沙屯媽祖 你看他只要有選舉的時候 他就去所謂的媽祖繞進 只要沒有選舉了 他就不去了 而且他這次要去賣寮輔選 來但是他四月五號才要去賣寮 還要去拱飯宮辦演講 但是曹天宮今天的進駐 他去都不去 好 當然繞進的時候 很多人希望說 這個鑾架可不可以靠近我們一點啊 甚至有沒有一些 奧米亞給或紀念品可以拿呢 鄭凱手上 我看你有那個押轎金是不是 對 這個押轎金是每個人都可以拿的嗎 這個其實要排隊去拿 然後有時候他也是限量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運氣 我們那時候採訪的時候 那個這個是在大甲媽祖 去年的時候 他有到一間財神廟五財神 那押轎金他就有那個 當時的廟宮就很開心 租很開心就有分我一點這樣 那我就有留在身上 然後分給我一些親朋好友 保平安就對了 那押轎金有些人就搶著藥嘛 但是說真的 他們可能不知道這要幹嘛 那這個押轎金簡單講 就有點像是萬金油的概念 他很多用 就是你小朋友 罵號你可以把他洗 那個化掉 洗澡啊 那如果今天你那個叫保平安 你就放在你的皮夾裡面 你想要財胃就放在你的財 還有多功能 但是唯一一點是 我跟大家建議 不要把它化掉喝掉 不要喝到肚子裡 你有病還是要去看醫生 很多東西可以放在水裡面 不一定要拿這個來 是不是 你也不會去挖萬金油來吃 那這個東西 其實有個保平安的功用 那故事的主角 我們姑且叫他阿中好了 阿中他是北部公司的 他被調派到了中部中心 去做一個幫忙支援 那中部中心就給他一個宿舍住 當時阿中去到這個宿舍 他第一眼是傻眼 他說天啊這是廢墟嗎 因為一樓整個就是很髒亂 給你宿舍你還要挑 可是就覺得你好歹 也像一個人住了 這根本是鬼住的 這公司是不是怪怪的 但是到了二樓之後 就還蠻乾淨的 他就算了 他就打開這個轉開喇叭索 木門就裡面中規中矩的床 衣�櫃窗 窗戶什麼浴室 後來他就開始整理 整理整理之後呢 他就拉開抽屜要放東西 抽屜一拉開有張紙條 他就打開來看 他就寫我是陳某某 我對不起大家 請幫我跟家人說我愛你們 哎喲 好恐怖喔 這就是遺書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你看 觀眾現在聽到遺書會覺得 但我曾經看過真正的遺書 我曾經在一個廢墟採訪的時候 看到一個遺書貼在牆壁上 那種震撼他自理行間的 無助跟憤怒和絕望 你看到那個字 你的位置會不舒服 所以那時 當時阿忠要住在這 他看到這個房間有遺書 他想說是這個人死在我這邊嗎 還是怎樣 他就趕快打給中部中心 也打給北部中心 去問有陳某某嗎 大家查查 沒有我沒聽過這個人 怎麼有遺書在我這 大家就嚇到 當時他在混亂之際 他就聽到這個門 砰砰砰的聲音 他就覺得是怎麼回事 他就轉頭看一下 可是他第一時間看的時候 這個門縫是沒有任何人 他打開來也沒有人 他就覺得這是不是在警告 不是隔壁鄰居在做裝潢 碰碰碰 牆壁跟木門的聲音 其實他當時也在懷疑是不是牆壁 但他不是牆壁 是木門的聲音 他就覺得心裡有點怪怪的 當天第一天晚上處理完 第二天就去附近的城隍面 要拜拜也沒事 可是睡覺睡得安穩 第二天開門的時候 那門一開開的時候 地上就有四五支 已經掛掉的小牆 還有一支喇牙 他說沒有人打掃 但會有那個小牆跟喇牙 對 可是正常來講 如果今天有這樣的話 他們應該死在角落 他不會集中在你的門口正前方 他就想說是有人丟在這 還是說就是這些東西過去之後 這邊的房子不乾淨 還是在警告我是下一個死掉 他就會心裡一直腦補 毛毛的啦 那他後來就跟他朋友講 他朋友說 你要不來就來我家 我家有這個鴨轎金 那你拿這個鴨轎金 可以保平一安這樣 那順便我們家有媽祖 那個是拿拿拿分領過來的 那你也去拜一拜 他拿了鴨轎金也拜一拜之後 就把鴨轎說 我這房子還能住嗎 我這工作要不要做 怎樣之類的 都是鴨鴨 都是鴨鴨 對 他朋友想說奇怪 我家媽祖不會這麼的不理 跟你說快逃啊 還不敢快逃 可能就是不知道 怎樣得不到答案 但是他想說算了 有鴨轎金就先帶回去 他帶回去 放在床頭繼續睡覺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就起來尿尿 那尿尿的時候 張開眼睛要下床的時候 他就看到一個男生 貼在他臉上 這就怕了 是隔壁的房東說你該繳房租了嗎 那也很可怕 但他不是 他就是一個沒有表情的男生 然後他也沒有瞪你 我看他就是這樣看著你 然後你們對 他阿中跟他對眼之後 他就慢慢的淡掉 就不見了 那你說他該不該下床 但是他還是下床 因為他還是輸給了龐國 他受不了他還是尿尿 但他尿完之後 他不敢再住那邊 他就跑去朋友那邊住 這個地方就呈現轉折了 因為他的押教金也不見了 這麼巧合 對 那後來怎麼樣 那個阿中就住他朋友家 沒多久公司就打來說 你就暗示他 你可不可以就離職飆坐了 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們不太喜歡這種 怪力亂神的同事 我們就說沒有陳某某 就不要一直問 然後再來就是 也不要一直講你鬧鬼 他想說我的家裡 我的房間就是有一個遺書 我撞鬼我還沒講 你們就這樣子講了 你們是不是心裡有鬼 反正總而言之他也不想待 就離職也離開那個地方 去找別的工作 過了幾個月 他的前同事就說 阿中 你知不知道你離職之後 有新同事住進那個宿舍 他說我不知道 就沒聯絡了 那個新同事進去之後 沒多久 就在裡面掛掉 蛤 什麼原因不知道 然後而且你們中不中心要收掉 沒有中不中心的 他說 所以他想想 這一切很巧 我離開的時間剛剛好 我既沒有在裡面出事 我也直接離職了 而且他覺得這媽祖 是不是就是 卻我不會是告訴他 我都辦妥了 你不用擔心 鴨教精拿回去就好 那觀眾就會想 那最後鴨教精在哪裡 後來他是有一天 在整理他的包包 時才發現鴨教精 是被絲碎撒在包包裡面 但他不知道為什麼 太毛了吧 整個過程這樣 那你們會覺得 阿這個就是媒體 在那邊亂講 哪可能絲碎 我曾經有一次 跟一個女主持人 去一個廢墟那邊做採訪 那當時他去的時候 那個女主持人 是真的害怕 當時的法師 有畫一個五雷符給他 他就帶在身上 採訪完 他說他有撞到鬼 我是沒看到 我也覺得可能是效果 還是真的 我也不清楚 撞完鬼之後呢 他就回去那個 他們的房間 他睡他了 然後我們法師睡房間 大家睡一睡 然後第二天起來之後 他就說他的符咒 從他皮包拿出來時 是被那個摺痕 這邊是被撕掉的 喔 對他就說 可是我覺得當時我還是 因為我是做記者出身的 我都會懷疑你 是不是為了製造效果 但是他沒有把這件事情 PO在粉絲團 因為如果PO在粉絲團 一定會有很多戰術 他沒有PO 他就只有講 而且他是真心嚇到 他也不再接這個主持了 就那一次 所以我是相信 有的時候護身符幫你 擋掉一些事情 他會自行破損 或者是他就會 可能被碎化掉 就不用想看 我會不會太多天 我會不會太多年 你就會擋掉